我是泰浪大學總監局張麗寶 3月我們已經第二次見面 當一堂課我看起來蠻多熟面 這是我們第二堂課 這一堂我們講老屋重生 老房子其實全台灣最多老房子 除了大家知道有台南以外 因為現在台南老房子非常熱 那就是台北市 因為他有希望他算是早 所以他現在很多老房子都遇到一些老化的問題 然後突然也很容易到台灣繼續住 然後繼續住那不舒服怎麼辦 所以老房子其實是一直是在台北市來講 他是因為蠻大的一個 在房地產市場上 他也是一個蠻大的底下 那其實我們這一次呢 除了老房子上課一套 我下一堂還有一個是 是有建築書學生老師來講 那我們這場老屋重生的課 在我還沒昨天前天 我已經接到老人通知說 有五百六十個人報名 我覺得大家顯然 大家非常 台北市人非常關心老屋重生的問題 那我今天呢 特別 我們剛才在討論老屋重生的課的時候 其實 我特別挑選了兩個設計師 而且都是女設計師 在台灣坦白講 新鮮設計師女生的同學很多 在新鮮設計師這個產業 其實都還是很完整 因為要跑光自己要幹嘛的 所以坦白講 我都很配合女設計師 他們其實不是只有設計而已 他們還要跑公平 他們出去要跟偷而偷偷 所以他們其實相當 又要照顧家庭 因為這兩位設計師都已經結婚了 有小孩了 那常有人問我說 女設計師跟男設計師有什麼不同 我覺得在設計專業上 其實大家都沒有同學 反而來講是沒有同學 大家都有說過 設計專業的訓練 可是我覺得女設計師 在設計上 總是多了一點細膩 那個細膩來自於他們 身為母親 身為太太 身為媳婦 她可能對家務 對他們自己做的 所以他們可能會 體察得更細膩一點 對某些設計 它會比男設計師 再細一點 不是男設計師不好 我要去講 男設計師還會很好 只是說某些事情 確實是女設計師 比較關注的 可是男設計師 可能並不是那麼在意 除了上一堂課的 強迫症狀的人 以外 強迫症狀的人 強迫症狀的人 大部分的女設計師 其實都是比較細膩 那我今天知道 兩個設計師 一位是合族設計的 凡書鏡 凡書鏡 所以她自己 她自己 她們這兩位設計師 都女設計師 都非常好玩 不知道為什麼 她們常說 自己跟她們經手 非常多的牢房子 那才俗進自己 買了一個40年的牢屋改造 對 所以呢 我其實特別挑選 這兩位設計師 一個是男設計 一個是設計的男設計 一個是我們複格設計的華林芳 華林芳也是第二次來講 她也非常 非常有緣的 碰到很多牢房子 對 然後加上她 因為她自己 她先生也是結構祭司 所以對某些 結構上的東西 她也會比較 就是 因為特別諮詢者 所以 對某些老衛問題 也非常專心 那我今天也不多說 我先 首先我歡迎 我們合族設計的 台族系統設計師 上台 她去年也得了非常多獎 所以在 中國現在裝飾得獎 她在我們今年TID也同時獲獎 那我特別問 請她上台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第一次站到這邊 可能需要大家的鼓勵 對 那個 後面的聽得到我的聲音嗎 聽得到 OK 因為我場地不熟 然後其實也很少站在講台上面 對 然後我只是把大家當成我平常的業主 對你們講 我覺得我好像我一樣很重要的東西 都喜歡在鼓勵 OK 就是 因為這次演講 其實我們兩位設計師都非常的認真的 準備了禮物 然後都是 他們有準備禮物 所以 大家都心聽喔 因為他們提供也會問問題 然後我們也會 不是考大家 我們就是 大家對我們都專心聽 我們正感到最好 就是專心聽 等一下大家可以 剛剛我們也會提問 然後他們也會問問題 那 我們非常謝謝 因為他們還特別包裝 這次還親手包裝 那我就不打擾他 大家繼續 謝謝 好 大家分聽喔 其實什麼問題我還沒想到 但是 可能大家總是要仔細看PPT 還有PPT裡面的一些照片 OK 然後今天 其實我對於老屋是 就是在二十年的這個行業裡面 其實是我最喜歡做的類型的房子 我覺得因為老屋呢 它可以按照 我是覺得可以把 因為你進到一個老房子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很多過去 就是曾經居住在這裡的人的一些歷史 跟他的想法跟概念 那 在另外一個新的人住進來的時候 我覺得都跟這個人有非常大的關係 還有就是老屋他可能也經歷過不同環境的改變 所以在老屋的裝修裡面 我有幾個概念 就是我今天的題目叫老屋重生 我覺得其實我把房子看成跟人 是一樣的 就是說 可以看一下 好 這邊 好 對於老屋 我的想法是 其實會經過的是 這幾個過程 就是 拆毀 重建災植的過程 那如果沒有破壞 我覺得一個房子要建設起來有點難 然後 這個房子才會有一個新的生命 主要還有另外一個概念就是 房子等於身體 就是說 一個房子其實把它想成我們人的身體的話 我們就很多東西可以去理解 比如說 我們有血管 當我們血管不暢通的時候 我們會怎麼樣 就是當個房子他的管線不暢通的時候 會怎麼樣 還有就是 當你的皮膚開始斑駁剝落 或者是因為什麼因素 然後我們有避安還是什麼 我覺得從這樣的概念 去思考一個房子 其實 我覺得大家很容易理解 也 進而知道說 實際上我們 在這房子居住的時候 其實最重要是什麼房子 在於 房子來講過 我覺得首要就是 體質一定要改善 在老房子 因為很多老房子可能真的經歷過一些時間的因素 那就看到很多不管管線 其實管線大概十年 最好就是能夠全換了 那如果你買的房子是有十年 你可能就要考慮你要不要把管線不管是電管還是水管 那重新更新一次 除非你只是想住兩三年 但是你如果想再住個五年十年 其實這件事情必須做 然後另外就是 基礎工程裡面 就是一定要扎實 因為房子不是說我們要好看 其實是真的裡面 要住的舒服才重要 能夠造成這個房子住的舒不舒服的原因 其實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它 就是你的需求 因為你的需求的一些格局 其實我覺得很需要 對空間對環境了解的設計師 幫大家去考慮怎麼樣 就是讓這個房子不管在通風光線上面 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上面去整體的考量 那就是這樣下面幾個點 像漏水啊 壁癌還有防蟲結構性跟水電管路 其實這些都是體質改善要下手的點 接下來在一個房子裡面 我們通常在規劃一個房子的時候 可能會按照這樣的方式跟步驟來進行 一個是它的管線 一個是基礎工程 那就包括了一些管路啊 像一些鋁窗 或者一些結構性的鐵建 還有一些泥做水 防水這些工程 這些其實大部分在老屋會發生 那新屋不一定會發生 那在下面的第三次五這個點 其實在格局上改變應該 有一些的房子都可能會發生 甚至我們接到一些老屋 他們可能有一些局部的格局 他需要做一些簡單的改善 這都看得到 但是上面以上一二點不一定會再新屋發生 所以我覺得在於這個想法 有這種概念的時候 其實在進行你們的房子的規劃的時候 你們就比較知道你的重點要放在哪裡 我想說能夠比較容易讓大家進入了解 就是一個老屋的一個想法 我用我們的這個案子 就是信義理宅這個案子 就是我們去年剛完成的 今年八月 對去年八月完成的一個案子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它大概是一個二十幾塊三十年的房子 是一樓二樓 那當初它的平面格局 看一下 就是 它的平面 有點變嗎 我沒看到一點點 對這是它的一樓的現況 這是我們經過我們規劃的一樓 然後再先看一下下一張 這是它的地下室 對地下室原始格局 這是我們經過我們規劃的 那在它的需求裡面 這個房子的現況條件是 它是一個長形的基地 那它的那個光線其實是從上面 就是從這邊跟後方來的 所以基本上在中間這一段其實是暗的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它的通風狀況不是這麼良好 所以我會看到這房子 我首要就是想改善這個部分 因為不管它的格局怎麼樣 如果它 它的本身這兩個條件不存在的時候 我覺得這房子其實是 會漂亮還是不行 因為久了可能會有些問題 就人也住得不舒服 所以當初我們因為這個部分的時候 我們後來想了一個解決方案 在中間這個地方看到開了一個很大的樓板的洞 這塊這個都經過結構技師來評估 是結構上是沒有問題的 那結果我們開了這個洞之後 其實我們解決了它本身那個空氣流通的問題 因為它的開口已經大到是可以讓它這裡封路灌進來 後面這裡也開窗的時候 它是可以把空氣就是對流 就是空氣其實是會流動的 如果是水我們看到它流動 但是空氣我們看不到 那它其實就是會有這樣的流動 自然產生在這個上下樓層裡面 所以我們也本來屋主他說 他想用什麼全熱交換機啊 來改善它的這個通風的問題 後來我們評估我們覺得根本不需要 而且全熱交換機它其實不是讓空間 不是讓空氣流通 它只是讓室內的含氧量增加 它只有這個功能而已 那我們是用了最省錢的方式 也最環保的方式解決了它這個問題 那在格局部分的話 因為他們是夫婦兩人再加上自己的父母 住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就把房間都放在左右這兩側 然後讓這個地方變成他們的餐廳 它是車庫進來之後經過第一個外玄關 它有許多一些的雜物的東西需要放在這裡 然後再進到第二個玄關 室內的玄關 那它大部分的收納其實是放在這個很長條的這個收納櫃 加上這個屋主它有特別的嗜好就是 就是喜歡購卡 它有很多的獎狀這些都展示在這個地方做展示 然後也是在樓梯做一個中心 所以它的平面規劃是這樣 在地下樓的部分 可以看一下 就變成它的客廳跟它的娛樂的地方 這個地方 就朋友來就往下走 然後在這個地方很開闊的地方 那邊後面也做了一個小的吧台 然後這邊就是他們可以放一些茶水的地方 然後這邊還有一間房間 未來如果有小孩什麼都可以放在這裡 還有一個浴室這樣子 所以它的規劃我們改成這樣子 可以看一下我們在施工過程的時候 遇到這是它之前的照片 然後其實都是暗的 它客廳的這一塊是暗的 然後後方這個樓梯 其實這個樓梯就是在 我們後來把這個樓梯改成它的主落室的浴室 那我們就 這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後來把樓板這個地方補起來 然後可以看到 其實這裡已經有一些避癌的狀況這樣子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的拆除工程進行 就是我大概也把一個工程在進行的一些順序 也把它帶出來 就讓大家可以大概也大概知道 就是說知道一下 因為在拆除 然後接下來就是清空之後呢 我們做的就是 這個事情在一個每一個的房子的規劃裡面 其實是很重要的 就是放這樣 就是說我們會依照 先抓整個屋子的高度的水平線 然後在牆上會彈出一條線 然後在它的格局上面 我們會放出這個位置 這是一個就是基準嘛 然後還有一個事情就是 這件事情可能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因為我們在處理老屋的時候 其實會常遇到 舊有的隔間被拆除之後 然後會看到這種現象 因為我們改隔間之後 它的每一個房間的地平的高度 其實不太一樣 會產生這種不平均的高低差 那一般我們在處理整個工程 我們都會希望整個房子的它的水平 是同一個地平水平是一樣的 所以這種情況下 就會變成需要做一些的整地的事情 看到我們就把它的一些粉光層就先打掉 然後重新再抓水平 依照我們現有的隔間 抓一次的水平 這樣子 因為大部分在蓋房子的時候 他們可能它不會去管全市的水平 它可能就一間一間抓 你拆下來的時候 可能甚至這個四五坪的房子 它這個點 所以這個點是高度可能會落差到兩三公分 也是正常的 這樣子 請問一下講到這邊 有沒有人這樣理解嗎 有問題可以這樣OK 我盡量講的就是 就是大家可以理解 然後接下來其實我們就是要做那個 就是我們整完地之後 就做要全市抓水平 對 然後再做粉光的動作 接下來其實就進行到泥座貼磚工程 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貼磚有一些 一些眉角 對 眉角要注意這樣子 對 那我們也覺得說 泥座師傅幾乎是我們不太想換的 因為真的良幼不齊 那真的不好的時候其實是 因為氣磚根本是可以說是看不見 但是它也是很重要的 這種泥座工程的部分 那它的它扎不扎實 跟它每一個順序氣磚牆的手續 跟這個牆本身的穩固性啊 都還有就是一些防水性的東西 都很很有相關嘛 這也是同的案子 它在氣磚牆 我們覺得如果 如果以隔音性還有 還有一些的好處來講 其實磚牆是非常不錯的 現在很多的新屋都用 看到一些清紙水泥牆 然後裡面灌泡沫水泥 然後還有就是 還有一些白磚的啊 還有一些什麼 玉柱板的這些 這些的話 我覺得它有它的方便性 跟一些考量結構承載的一些好處 但是如果說這些不是要考慮的因素的話 我自己會選擇還是用磚牆 我覺得它是最耐的 而且不管隔音性還有其他 跟其他東西 比如說泥座啊 防水性的銜接 其實還是最好 可以看到地上其實在整個工程進行的時候 有時候不一定是說泥座就泥座進來 那有一些部分是管線其實早就要進來 開始浴埋 可以看到地上這些就是我們一些電管 那泥座等於是我們 就是水電先把一些 會隱藏到地板的這些管線先拉出來之後 然後泥座要開始做這個電高的動作 因為這個案子我們沒有去一個一個去打地 因為這個管線真的太多了 而且何況它這個地平我們整個要整平 所以我們就會抓了一個高度之後 全市這邊就是抓到水平 所以看到泥座 它現在已經開始在做辦那個水泥沙的動作 還有一些就是這些水泥沙 它本身的那個比例其實非常重要 1比3 但是我們自己在承接一些工程的時候 發現說有一些本來的地平 它本身其實它的粉光層的水泥跟沙之間的比例不對 所以造成我們後續可能釘地板的時候 那個沒有辦法這麼的牢 可能會影響到可能釘地板之後 會有一些的聲響 所以這些我們都會在施工的時候 我們會先確認這些事情 我們最近也是遇到一個是新屋 然後它的那個粉光層其實就 一般來講不會特別這個時候去瞭解地板的粉光層 但是因為我們要架高 所以我們更小心的去請我們地板廠商到工地現場 就確認這個底不不OK 結果發現它是會脆掉的 所以我們才會想說應該要怎麼做 就跟店主回報 然後後來就是說全部打 其實架型真的有點可怕 因為它連它鋪拋光磚的底 其實也都不OK 所以在這些東西其實是 房子其實如果要仔細的時候 其實還蠻多點需要注意 但是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把一些實際可能發生的狀況 就是回報我們的業主 然後可能會有的情況先說 然後再看決定要不要這樣處理 因為每個人對房子的規劃可能都不太一樣 有些人覺得我住五年就好了沒關係 那地板可能三年之後有生育可以接受的 那也OK 所以這些東西我覺得是會都有可能發生的 就是看牆上其實就是開始做一些的打管細牆 對這邊的這張照片 其實我們已經把地平都填好了 然後整個下面埋的管其實都填平 接下來其實講到這個檢疫室防水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說有裝修過的人 有人有沒有遇到一個情況 就是那個貼地磚的時候 實際上有時候就是就是就鋪上去 然後樓下可能水漏到樓下 這應該或者你們鄰居裝修你們都有遇過 其實那是這樣的情況是因為沒有沒有做 就是說沒有先上一層檢疫室防水 那如果我們的案子其實如果說要貼地磚 我們通常會先做這道手續 不然樓下的鄰居可能 雖然沒有只是一個短暫性的 但是水泥層裡面含水夠 大會程度其實它就會往下滴了 這個都會影響到鄰居 雖然這個案子我們現在沒有鄰居 這個是這個案子的下面 就是他們自己 那我特別提出這個是因為 如果你有樓上樓下的時候 其實要特別注意這件事情 還有接下來其實就是像水電一些 買管跟打牆的一些動作 還有這個漏水的事情是我們在這個案子 就是在這個階段進軍時候發現的 因為它是那個就是一樓 然後它下面有一個化分池 那化分池是它這幾戶一起共用的一個位置 剛好就在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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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 那後來我們發現說 為什麼它之前這裡都很潮濕 剛剛也看到樓梯這邊有一些的病癌的狀況 那後來發現說不對 我們後來發現我們在上面處理一些管子的時候 這個地方就開始越來越濕 後來找出原因 只發現是這個化證詞的那個位置 我們就往上找 對這個等一下再看 再講一下避癌 其實這個東西是避癌跟漏水這件事情 要處理的話是真的要徹底 除非我們就是不管它或者用堵住的方式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沒有 它的漏水的問題沒有解決的話 其實是室內整個是潮漆 因為防止等式的跋響 如果是我們的身體的話 它是會呼吸的 所以這些東西都會形成可能材料 還有一些的材料的改變 或者會裂或者起泡 所以就是說如果有發現避癌的時候 我覺得是要找有良心的防水公司 或者設計公司幫大家解決這個問題 甚至有時候我們一個房子 我們覺得窗戶還好好的啊 沒有漏水啊 但是因為它是舊的時候 其實很多東西我們沒有發現 所以我們在處理老屋的時候 我們都很需要在過程中一直做觀察 因為有可能就是它老舊的時候 你根本不覺得它有什麼 但是當它的牆壁被粉平之後 然後加上新的油漆上去的時候 它只要有一點點怎麼樣你都會發現 後來這個是我們有個案例裡面發現說 原來它以前的窗戶啊 它這邊旁邊已經有點滲水了 所以我們才會用一些 就是發現到這樣的情況 然後這個就是剛才在漏水的那個位置 我們往上找到化糞池的地方 把它打開之後才發現 這邊他們樓上跟共用的這個 都是從這邊出去到化糞池 其中有一兩支管是破掉的 所以才會水就是一直這個地方 都是積水的狀況 對我們才發現這個問題 其實這事情有點麻煩 因為就是說 那也是別人家的笨管啊 我們在施工的時候都會遇到說 要確定它們沒有在用啊 不然這個東西下來的話 這也是很恐怖啊 所以其實水電我覺得他們蠻辛苦的 他們要遇到很多很多就是 很多別人不願意做很髒的事情這樣子 然後這個我們就打開來發現這個部分 然後也回報業主 後來就覺得說 其實一個是我們一定要先 把這個漏的管子要能夠處理掉 然後再把這些已經潮溼的這個洞 裡面的水 這些髒東西把它把它抽掉 所以我們就做了這些事情 可以看到大家就看到這幾支管子 其實有一些其實是漏的 有一支是漏的 然後來找抽肥車來抽 把它抽出來 然後就把一些管子把它更新掉 看到這幾支是新的 然後就把它更新之後再填土填回去 然後那對於已經受潮的牆壁怎麼辦 因為它地下是這個就很明顯 它的這些地方 就是都已經濕了 因為整個水泥牆都已經含水了 那這個部分的話還是要處理 不然之後它的油漆或它裝潢的面材 可能都會也是一樣會受潮 然後是不是它還會不會繼續漏 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們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做了一個解水溝 就是在它這個反涼的地方 我們做了一個解水的動作 這邊打了一個溝 然後砌了一個磚牆 讓它中空 然後裡面再突破防水層 再蓋回去 這樣的話至少它有問題 它是在這個裡面 它不會再影響到我們外部的部分 其實這種處理的概念跟我們在浴室 就是門檻 那個門檻要踏出去乾區的時候 那個點其實也很重要 其實那地方也要做一個解水的動作 那在於牆壁的部分 因為它已經有一些的那個 就是可以看到這個 大家可能有人看過 我們叫它叫高壓灌柱 或者俗稱打針 就是說一種防水的工法 假如說我們無法去 就是我們無法去施工到的點 那我們可以從看得到的地方 然後就是打針 它只要有空隙它就會衝吧 所以這個就是它多出來就會流出來 所以這個也是一種防水的方式吧 已經有把這個牆壁是 把它整個有密度都補滿就對了 這個大家應該大家有知道吧 因為那個捷運的之前那個圓柱啊 上面不是也做這些的動作 對這其實是同樣的東西 然後我一直講欸好像有點無聊齁 什麼時候抽獎發問題 我可以問你們問題嗎 如果等一下大家注意看 等一下會差不多了 等一下有一些問題 然後我看大家可以舉手的話 誰答對有獎品 接下來就是進入到水電的工作 不好意思 因為我覺得我現在上課 水電配管的工作 就是電管 然後還有就是 其實我們自己就是會注意啊 會念我們水電 就是說因為他們看他們的動作 就是先把這個預埋盒 就是這個盒子 要把它就是開關插座啊 的那個盒子 要埋到牆上去 其實在這個時候呢 就需要抓水瓶了 為什麼我們全是要抓水瓶 因為跟這些東西基準 值不值都有關係 那他們也沒有任何的借口說 水瓶不平嘛 因為我們都拉了 那他們就在埋這個盒子的時候 他們都要埋到一個一個程度 不能夠以後調不到 就會歪歪的看到那個插座 那接下來他就是套管嘛 然後之後再把水電的管路放進來這樣子 還有就是老屋常會碰到 就像這張照片一樣 就是他的強弱電 通常都需要更新比較多 建議如果10年15年的房子還是更新 因為以前的房子 他的總電表進來的那個量可能不太夠 有些我們還是會遇到要去申請那個 申請更大的電流量進來 那就是這些東西的話 其實水電都會去做 可能他需要你們的證件 就可以幫你們去辦這樣子 對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我們把所有的上下樓的管線都從這邊 就是強電就是弱電 還有很重要一點 就是說水電其實是非常專業 他必須要去計算整個負載 就是要負載的算法 所以最好他們是要拿到假結那種 比較安全 當然不能隨便配 因為電如果不對那太危險了 還有就可以看到抓 比如說我們浴室的這些的 給水啊然後排水啊這些東西 尤其是排水管還有分管 現在他在配的時候 他不是說就這樣配過去 因為他需要抓那個水平線 要讓它順 而且又不能夠讓地板墊高 所以我們常常都會 因為做老屋的話會遇到一個情況 因為格局會改 那廁所可能會改 但是大家應該知道 馬桶的糞管 是在所有的管線裡面 它是最大支的 所以它如果可以過去的地方 每一支管子都過得去 但是呢 如果它不能過去的地方 變成我們硬要拉過去的時候 它就只有墊高 墊高在於現在大家的樓高 也不是那麼高嘛 大家都會很珍惜每一公分 然後還有就是一個安全性的問題 如果說地板高高低低 其實是容易跌倒 所以我在這些考量下 我們自己處理老屋的時候 首要我們一定會先看 那個糞管的位置在哪裡 因為到最後啊 這個管子還是要回到它 這糞管要回到它原來的那個位置 所以它能夠改變的位置 其實是有被限制的 這一點 所以如果說你們很想把這個廁所 從東移到西 其實不一定可以喔 對這樣子 這個是 對就是你可以看到 這個不好的這個管線 其實有點複雜 因為這個地方是原來 我們在那個樓梯 我們把它 最後方的樓梯 我們把它封起來 那麼變成一個主臥的浴室 然後上面有那個 skylight 可以在那邊洗澡這樣 然後這個糞管呢 就在這邊齁 其實這糞管是從 就是應該是在平面圖裡面 中間的位置 拉到最後面 其實這個案子的這些管線 其實在規劃上有點複雜 但是我們都解決了 我們用了幾種方式 就是說它的優勢是它是一樓 我們可以藉著一樓的那個 畫分詞最近的位置做了一些事情 然後呢 我們也用了 因為它本來樓下沒有廁所 我們是在它的原份管裡面 然後再加上我們處理的另外一個 叫著 等於是說有一種機器 它可以把 把我們的螃蟹物能夠打碎 變成像水一樣沖走 所以我們在這個案子 有用到這樣子的方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對就是這個機器 對這個 所以這個是地下室 所以那個糞管 我們可以做到地下室 然後這個是掛壁式馬桶 其實掛壁式馬桶 有時候 在我們處理老屋的時候 我們不是考量它 不是考量它美觀 也不是一定考量它 底下沒有落地好清洗 它其實可以讓我們在移動 夢管的時候啊 我們可以稍微可以有一些的方式 讓地板不要墊高 這是一些技巧啊 如果有設計師的話 大家應該都知道 有一些管線我們考天花板 有熱血管 還有我們自己的習慣 會把我們的管線布好之後 我們還沒有填 把它填掉之前 我們會拍照紀錄 因為這個非常重要的一點 是說 因為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遮掉我們就看不見了 但是 假如萬一好了 真的 以後有發生什麼問題 我們從何去看斷 這個 就是說 這些的管路是怎麼走的 是因為什麼因素 所以這些的紀錄其實我們 我們的習慣都會做 好 這個是掛地馬桶 對 是 對 泥座磚器完 就是可以看到 要做那個粉光 其實這個粉光層啊 我不知道 就是說 我們不想換泥座的原因是 因為它如果這一道沒做好 然後其實我們覺得基礎工程就是 每一道其實都要非常的實在 跟紮實 它 它 要偷的結果 就是到最後反映在 你住了幾年後 而不是馬上 幾年後可能才會發現這樣 但是漏水的問題是很容易就發現了 如果 如果漏水沒做好 其實你用進去沒多久 應該就發現啦 除非 有一些什麼因素 它可能需要經過哪裡 可能才會滲出來這樣子 所以我們會覺得其實 我們會比較謹慎 看一下這個 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 這個叫紫水墩 在於 剛剛講的就是 你從浴室 要踏出你房間的門 的那個地方 我們不是說 就把一個門檻 坐上去就好了 那我們要做的一個 是一個像這樣的紫水墩 它的好處就是說 防水層我們會做 但是不能說 它因為台灣也是地震帶 會不會裂啊 或者什麼這些因素 反正就是在 會可能有破口的地方 這個算是 一道防線 在這個位置 所以 甚至就是說 我們 如果你們有看過一些 或者你們住飯店 看到人家的地平啊 坐得很平 然後沒有看到門檻 然後又這樣子 其實那些工法 他們都要藉著一些解水墩 或者是一些 一些的工法 就可以做得到 但是這個 這種的話就必須 泥座的工資 真的是要比較仔細 就是防水層 就是浴室做完 細胚 然後接下來我們其實 要做整個的 水泥的防水 就是防水層 防水層 泥座是可以私做防水層 或者找專門在做防水的人做 對然後 做法也很多種 就是說 如果你要更仔細的時候 其實它可以 貼一些網子防裂啊 尤其是像 一些 我們帶一些 喜歡泡那些浴缸嘛 就是那個 那個 氣的浴缸 那氣的浴缸 它 如果真的要做的話 那它其實 不是蠻好保養 如果真的要做的話 其實是很需要做一些 斷裂層 在做防水的時候 鋪一些網子 然後 一刀做上去 這樣子 這個地方看一下 為什麼我要講金屬封層 因為 現在的 現在的 裝修 其實設計裡面 很多都喜歡用鐵劍 那這個鐵劍 它有很多的好處 那我們這個案例裡面 就希望這個樓梯 它是一個非常簡潔 然後 就是玻璃 看不到 特別很粗的扶手 因為這樣的時候 我們 就是我們 要考慮它結構性的部分的話 我們想用鐵劍 因為鐵劍 它可以做很多 浴霾的事情 你看到 這地方在樓梯的孔洞 這個地方 我們先打了一個 大概有 七八公分快十公分的一個槽 那我們這個槽 是為了它之後的玻璃往下插 這是那個 看起來 你看很多的案件 它看起來說 很簡單 那塊玻璃就從地上長上來 其實那一點都不簡單 因為你看到越簡單的東西 其實它在事前需要考量的細節 更要那個精準度要更高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就先做一個槽 那個槽裡面 其實我們還做一件事情 因為玻璃是硬的 鐵也是硬的 所以裡面 我們要做的是一個軟的東西 讓玻璃下去的時候 不會硬碰硬 其實是很多細節 所以這個東西 在我這邊講說 老烏如果有 要做到一些金屬玉麻劍的時候 在於泥做工程前 就要把它先玉埋 因為我們才可以掩蓋 或者把它附著 把它就是結合在一起 還有這個我們常做的就是 有時候看到我們的案例裡面 有一些全空的東西 就覺得好像 就是很輕很軟 那這些其實實際上 工法有點麻煩 我們還是需要用一些鐵工 去把一些結構先做起來 然後你才可以在視覺上 看它這麼的輕盈 所以這些也是會在預先要先埋 這個是我們地下室的那個吧檯 那個吧檯的話 因為我們的那個 整個食材看起來是浮起來的 那為了讓它浮起來 我們就只有先用鐵鍵 把它的結構做好 這邊還有一個比較大 等一下還有一個比較大的 那個玉埋的東西 就是那個樓梯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邊講一下老屋的部分 其實很常有的就是 那個就是窗戶 有些要更換 那更換窗戶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事情是 一定要做的 是無法省略的 就是在那個 就是你看到現在所做的動作 它把那個縫隙跟 鋁窗跟牆壁之間的縫隙 還有這個鋁窗它是空心的嘛 那它填飽這個動作是一定要做 不是鋁窗裝上去打C-Kong 這樣是不夠的 因為這樣當然是 短期不會怎麼樣嘛 但是之後 因為C-Kong本來就有年限 然後就它分離的時候 就水就直接進來了 這樣所以我覺得 這些事不能省略 在這些事情上面 而且鋁窗本身是空心的 泥座的貼磚 應該大家家裡有這樣的經歷 就是這種什麼 放樣原則就不講 因為不是今天重點 就是我們就是 牆壁磚貼完 然後再貼壁磚 壁磚 然後這個門檻 要特別小心 在做的時候 對還有就是貼那個大磚 就不太一樣 就是特別請大理師的施工法 來施工這樣子 對 其實還有就是 其實還有一些保護工程 因為東西做上去之後 其實就是要 那個保護工程 通常三道不可免 就是一個是做防潮布 一個是用PP瓦倫板 然後再加一個硬板 那個甲板的 甲板的厚度 我覺得取決於 本身那個磚的狀況 來決定這樣子 請問一下 然後這裡有沒有人想到問題 看到剛才 不太理解的部分 我們要用水泥沙漿 然後要 我們這樣塞水路 需要用它剛才那個工具 去把它灌飽 每一道 對 每一道把它灌飽 你知說如果沒有做這件事情嗎 是一定不會 外牆 因為我們應該是要做 但是我們也很奇怪 也看到少數的房子沒有做 他可能考量他有一個頂 或者露台 他就不做省略這一道 但是其實久了 你會看到它是分開的 就是說 因為我們看過很多老屋 有一些比如說十幾年的房子 他的鋁窗跟牆壁 會那個 最後一起問是不是 OK OK 好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的鐵架架起來的 然後安全性 保護工程裡面 當然我們都保護了 我們所有貼好的鑽 安全性的部分其實要注意 我們這裡有個大的洞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剛構的樓梯 時間多了 還有 這邊都 快速 樓梯 因為這個樓梯 我們希望它是一個 看起來就從牆壁長出來的 一層一層的踏街 那看起來那麼簡單 其實它 在釋弦 我們都需要用 這是我們試做 我們先做了一個 兩支的結構 加上一個踏街 我們要試試看 它的牢固程度 對 我們希望它是一個就是 它本身這個結構就製成 就完全是OK的 我不需要再做什麼扶手啊 什麼都不用 所以是後來我們決定 這個承載OK的時候 我們就把每一層都 都完成了這樣子 OK 然後 好 大家這裡有一個紫色的 大家注意看這張照片 先注意看 到最後我會問這張照片的問題 OK 然後你看 它的我們鐵線做的地方 還是要接著木工 去把那個平台墊平 最後我們加了這完成的 我們加了那個食材去包住它 看到那個鋼鎖啊 就是說 本身這個鋼鎖它的功能 就是扶手 這是沒有鋼鎖的 但是這樣子其實它都非常穩了 我們試著在上面跳 其實是非常OK的這樣 然後這鋼鎖啊 我們在弄的時候其實也有點麻煩 因為每一階都不一樣嘛 所以我們就 算好之後 一個個捆起來嘛 編號到底哪一階 是哪一階的這樣 然後要直接打在樓板上面 所以它本身其實不是樓梯的結構 但是它是一個安全性考量 你下去的時候不要覺得 就是一個扶手這樣子 對 就是完成的 就是這個整個樓梯要打贏架 這裡可以看到 我們玻璃扶手這邊已經 已經 已經安裝上去了 因為 以下之前買的那個鐵件 其實這個東西蠻多 因為剪接的東西還蠻 蠻囉嗦 因為這個地方其實是我們 路了一條很長的 跟窗戶 有一個鐵件收編 因為這裡的話 就是我們希望它整個看起來 都是銅色 就不要有那個油漆 因為容易髒 也不好清 這是樓下 木座工程 接下來其實就是木座工程 這些都是其他的 每個案子可能會遇到的這樣 可以看到我們 我們在地下室漏水這個地方 我們還就是 這地方我們讓牆壁就是 就是讓它中空 因為這道牆其實已經有一些 曾經因為漏水所產生的痕跡 然後我們也 我們也覺得不用再 用泥做的方式去補 因為可能會被食 然後也會花很多的錢 所以我們乾脆就是說 在牆上就是架空 讓它分開 就是之後那些 只要不要再漏水的話 就不會有問題 就是油漆工程 其實工程差不多 清潔工程就已經 尾聲了這樣子 這案子的話 我們是有在TIED 就是去年的那個 室內設計的大獎 得獎 就是可以看一下 這些照片 這個樓梯就是 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發現 沒有 為了好多工 這就是那個 懸空的吧檯 這就是我們 樓梯拆掉 補成樓板之後 打出去的 主浴室 上面有它的 天光 我們在1月份的時候 有一個人無焦點 如果想 認識我們的話 可以進到 飄去這個雜誌 來看一下 來 接下來 下一位 老師 老師要 學大陸 因為大陸就是誰 都是老師 田育我都叫老師 他 不是老師 設計師 要問一個問題 好不好 沒關係 因為等一下 問問題可以問 因為我們現在 怕那個 後面好的老師 所以問問題就是 我們先問一個問題 等一下 換你們問我問題 好不好 我們先問問題 設計師 來啊 設計師 要問一個問題 OK 設計師 剛剛其實 沒有很仔細見 要介紹他案子的位置 設計師 你要不要講一下 等等 來 等一等 我等等 好 其實這個 這個案子 這邊就是剛剛大家 欸 設計師 會不會喜歡 那剛剛那張嗎 對 我不想謝忌 因為你都沒有講 因為你都沒有講 一碗錢 因為其實很多人剛剛聽都是工程 可是平面組 大家可能剛剛大約聽 可是 因為你們不像我們 一開都懂 所以呢 就跟大家解釋一下 像剛剛那個第一個玄關 對 第一個玄關 對 因為設計師 他非常快速的把它緊 所以設計師 要把每個空間稍微講一下 好 OK 我介紹每個空間 這是玄關進來 這是第二個玄關 然後這是外玄關 在前面這個地方 他假設是他的車庫 然後中間這就是我們打開的樓板 讓就是空氣可以對流的地方 然後下到地下室 然後在 在這個地方是他父母的房間 然後這邊是主人的房間 然後這塊就是他的餐廳跟廚房 對 就看到餐廳廚房的位置 然後這裡其實就是我們進來的動線 就是從這個軸線去進來 然後後面就是我們的後陽台 後陽台的旁邊這裡就是我們的主浴室 大概空間是這樣子 這另外一個角度 這是看到地下室 這是主浴室 主浴室這邊啊 出去這塊就是浴室了 就往地下走 這就是他的客廳跟娛樂間 那應該比較有一點空間的概念了 然後後方的他的茶水區跟吧台 這是他的主浴室 一樓的主浴室 空間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請聖醫師問一個問題 好 剛剛那個嗎 剛剛大家有看到 我本來就答對了 就可以拿到你了 我今天講的聖醫師其實非常用心準備禮物 其實他連包裝都是自己親手包裝的 然後這個疑問清楚也是不便宜 好 等一下喔 還是有聖醫師的那個 好 16 16 他為什麼沒有全部 來 16 好 對於這個結構樓梯啊 其實剛剛有看到前面的照片 它是 我們現在這張照片已經把那個牆包起來了 它裡面其實都是結構 請問一下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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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一點一點 這個 不知道我是是什麼東西 欸 我先看到他欸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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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樣不行喔 喔 不好意思啦 藍色的 藍色的 喔 老蔡 你自己對不起 我眼睛好看著 你對不起 這邊不能再看 好 我要再在這裡 好好 大家再一次 321 喔 真的很難 來 紅色小姐好嗎 紅色的小姐 對 那個點點 那個小小的點點 這個 這個東西 所以她到底是做什麼用 她是給什麼用的 要把那個名字講出來 她是浴霾沒有錯 那是她為了樓梯的什麼 好 等一下 最後一也不這樣 我就很難選擇 來 好 從這邊角度可以了吧 321 好啦 這位太太你最快 是安潔玫瑰嗎 是那個名詞沒講出來 那很重要的名字 那很重要的名字 符手 對啦 符手 就是樓梯的符手 對對對 不好意思 我會考慮過 很專業的名詞 好啦 但她真的是 空氣不氣 英文是一隻的 油嘴輩 那我們非常謝謝 Pen 我都叫她Pen 對 叫Pen王啦 她叫不出來叫我 譚思維師那很難叫 Pen王 然後 譚思維師她其實 就Ten 我比較喜歡叫她Ten Pen她 大家看有沒有很佩服 因為女設計師還要 處理這麼多 難以產生的工程 其實女設計師 在這個產業來說 其實是更加幸福的 那我們也給她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這位太太 我最後會留時間 不要擔心 我留時間 會到 會 我一定會點你 好不好 來 我們現在請第二位設計師 我們就 Pen可以下來聽 換組聽 Shelen演講 我們第二位設計師是 黃玲芳 黃小姐 她是副格設計 黃玲芳是我們 她家居在舉行第一屆 新位設計師的時候 她就是我們得到我們的金獎 因為她的空間 只有一個酒瓶的空間 做到非常到位 然後當時得到我們裁判 我們很多評審的欣賞 所以她最後還有網友的投票 最後得到我們的金獎 應該是說評審的金獎 因為最後我們還有個網友投票 所以她是屬於評審的第一名 對 那我們就請黃玲芳 接下來幫我們接續 繼續講我們老屋重生 所有的問題 就是你們問我們的 都是結束後再開始 我們問你們的是 中間可以問好不好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副格設計的經濟總監 那今天很高興 就是星期五的晚上 跟大家在這邊請分享 就是我們做一些 老屋裝潢的一些問題 那我們公司來講 應該有80%以上的案子 都是台北市的舊屋翻新 所以對這一塊的話 大家如果待會兒有一些問題的話 我們也可以就是做一些討論 這樣子 那這裡的話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公司的一些設計 那這個是我們大概就是 去年的一些設計的作品 那其實也都是一些老屋 他改造而成的空間 那大概在兩三年前 我們也開始有就是 去涉約到一些 一些設計家具的部分 那甚至是因為老屋裝修 而衍生出來就是做到建築的部分 那這些案子現在都是在進行中 我們大概就是 快的話今年底就會完工 是我們的建築案 目前已經第三個 那接下來我想先 佔用大家一點時間 就是我有準備一個影片 那希望大家就是可以透過影片 那個音樂就是了解一下 我們公司的一些設計風格 那之後的話呢 可能就是會有一些 待會兒我們談到老屋的時候 會比較多一些不好看的照片 那跟老屋上面一些比較複雜的東西 我可能會講一些關於結構方面的東西 那會比較沉悶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先觀賞一下這段影片 謝謝 謝謝 阳光 灿烂的海水 灿烂之游蜿蜂蜂 来回落路中见识 哪儿风光的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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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过我的歌 和我的音乐 我依旧想念的我会醉 摇摆不停的风吹 哪儿风光的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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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如此你就该怕去负累 哪儿风光的眉眼 自想按下被晒一下的滋味 你永远阴晴 Wells Come Ye A 爸爸 GBP 这个gram? Communications 哎呀 哎呀 看你曾经厉害 哪儿疯狂你没 唱过爱的歌 可不忘的音乐 地球上边都不会停 摇摆不停的Country Music 哪儿疯狂你 哎呀 哪儿疯狂你没 既然如此 你就该跑去赴雷 大满满的享受阳光下 被晒一晒的滋味 缘有影迹 长期也能朝退 你也要试着 去欣赏不过美的美的美 哪儿疯狂你没 哎呀 看你曾经厉害 哪儿疯狂你没 哎呀 看你曾经厉害 哪儿疯狂你没 我 archaeological 哪儿疯狂你没 认判 有没有人觉得这首音乐就是银耳熟 有人知道这音乐是什么音乐 现在还没有问答 这个是海长之后的片尾曲 那刚好是我们刚好朋友的音乐 那我为什么会放这个音乐 然后接我们的东西就是让大家做一些欣赏 因为其实对我来讲 我觉得就是我们把一个房子去改造 老屋改造让他最好玩的东西 其实就是老屋他有很多可以任意去变化 然后玩味就是一些趣味性的东西 那我们要得到的是 就是最后这个很温暖很温馨的感觉 那这样子的风格营造的话 他可能会有像刚刚歌词里面包大 我们会注意听到就是说 其实会有一些不完美的美 对就是老屋来讲 他一定有他本质上的一些问题 可是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么多人 我想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新陈屋来讲 他的造价真的是太高了 所以在北部来讲 我们可能也会有这么多的 揪翻性的需求 那他里面的一些问题 我们要怎么样去把它克服 我觉得这就是今天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 你在购买老房子的时候 就是其实大家真正关心的是什么 就是很多客户在跟我们做洽谈的时候 其实只是会跟我们提说可能你的需求 就是你的格局啊 你居住的空间 然后你想要的风格 但是其实你真正应该关心的 应该不是这样子而已 尤其是你购买中国屋的人 嗯 刚刚相片也有提到就是说 我们应该要就是去注意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边有点重复 但其实老房子来讲的话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安全 安全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要考虑到结构 跟一个材料粘连 那我们才是说之后去考虑到 比如说像刚刚有讲到漏水的问题 然后再接下来的这些格局啊 短线那基本的收纳 都是一些风格 那甚至是老屋 其实我们可以再去探讨到一些 运能环保的东西 那大家可以看到说像这边 嗯 比较可怕的一些照片 这个柱子它已经是重向而列了 那这个房子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一个案子 我们大家会提到 它就是我们的那个建筑案 它的结构已经非常的老旧了 那屋主想要把它翻成民宿 这是太可怕了 我们不敢做 因为我们做了以后 如果有人去住 今天真的发生问题的时候 就是 我想一下没有人负得起这个责任 然后像这个的话 这个其实在 应该在万华这个地方 然后那是顶楼的空间 这是顶楼加盖的一个空间 然后它每次用钢筋混凝土去加盖 可是老旧了以后它其实 它已经都是钢筋是已经崩 就是脱落了 然后崩裂开来 把混凝土都打下来了 混凝土呢 其实已经把这个天花板 木座的天花板给就是弄 已经把它弄下来了 因为它在爆冲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力量 那这个力量会已经 钢筋冲出来把混凝土打碎出来 那力量把木座天花板也都已经打下来了 那屋主还住在这里 非常非常的可怕 然后我们也有遇过 在山穹那边也有遇过一个案子是 它公立大厦就是我们走楼梯一直上去 到最顶楼的地方 那我们屋主他们那边的 就是我们在走的那个地方 的天花板是像这样一块 它是一直就是 就是常常会掉下来 你可能一开门出来的时候 就掉下来打到你 那他儿子也被打破 然后他们就补起来 但是补起来的时候 然后我们会看到其实很常会是 补一小块一小块 就哪里有问题 你就去哪里 可是其实真正的补偿结构 是不是这样做的 那你可能必须要把它 扩开到一个范围 不然的话 它其实生没有多久 它又会再次再剥落 然后会越来越大越大 像那个案子 最后他们 我们处理起来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是一整块 我们在走的那个楼板 会直接掉下来 对 那这个 这个照片也是 那这个的话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问题 就是说 第二个我们讲到漏水币 然后还有 上下楼家 嗯 那个邻居家的情形 其实你在做装修的时候 尤其你购买这种古物 你在跟设计师洽谈 然后工程骨甲 其实你都只专注在你自己家的问题 但是你要想说 如果你家的天花板拆开的时候 你家的天花 是已经有 像钢筋 就是剥落的这种问题的话 那楼下也会有啊 楼上也会有 所以 我们必须要到楼下去做查看 在施工前就要查看 我觉得这个是今天 就是可以提醒大家很重要的一点 嗯 我们下去 看到我们客户邻居家 他们的情形是这样子 天花板 我们把它打开来看的时候 因为我们从维修孔 已经看到问题 所以我们把它整个打开 那打开看的话 我们看到 因为我们当初看到是这里 然后看到一点点 就一打开是整条 这边都是 都是列的 那可以看到 然后切一块大石头 其实这个 应该A4折一半再大一点这样 一整块大石头是 悬一半这样子在天花板上 它接着一点点的空间 然后整个大部分 已经要掉下来了 如果今天 你没有去做查看的时候 当你从楼上 做地板拆除等等的动作 或者是你只是打墙壁的磁砖 你一个震动的力量给它 老房子的结构 其实经不起这样的震动 它就掉下来了 那掉下来 如果我砸伤邻居 那你就会有医药 周根的赔偿 如果你砸伤它的天花板 或者是它里面的东西 它一样会叫你赔偿 其实它不会去认说 这个东西是我家本来就这样的 它绝对不会 它会请你做赔偿的动作 所以为了要保护你自己 所以其实你应该要是 请设计公司在装修前 可以下去看一下鄰居家的状况 但如果它不让你看 但至少你告知它你要动了 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也许你可以先放窗上说 我在我家发现这样的问题 我们可能也会有 那如果我们一起来 把这个东西解决 可能就是不会有后续那个纠纷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 因为真的是在台北市处理了太多的老房子 所以就不止一次碰到 所以我觉得可以提起来 跟大家就是做个分享 那甚至是我们现在的动作到之后 其实已经会有点过度小心了 但是我觉得是好的 就是说甚至我们如果发现 楼下邻居家如果有大的水晶吊灯 我们会跟它协调 看看是不是就是叫我们 我们拆除跟水电打管的这个期间 我们请水电帮它把那个水晶灯卸下来 那当然你要留一个灯给它用 然后等到我们都打完再把它放回去 因为这个的震动 你不知道那个水晶灯是多少钱 等到坏掉的时候 它告诉你是多少钱 那可能也不是当时的价格 对 就是这种东西其实是常常遇到的 那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小心一点 然后像底下的这个的话 就是避癌的部分 避癌的话 有一些是墙面里面的寒水 它没有被排出 但你做装修的时候 如果是少量 其实它不会马上就发现 但是你可能在你就是装修完后的 也许快的话半个月 甚至是可能半年 你就会开始看到慢慢会有一些这种气泡 但是可能有一些是旧墙面 因为我们在做隔天堂拆除的时候 你不一定会改掉所有的格局 那你可能会有保留部分的旧墙面 跟部分我们是心系的 如果有这样子的时候 可能要先注意一下就是 可以把这个表层打开 把油漆的那个面打开掉就好了 你不用把它打穿 你打到这个面看它这里面的 那个水泥沙墙是干的还是湿的 然后再去判断说 你是不是需要把它就是剔除到某一个部分 然后让它先透干 因为如果我们 譬如说今天假设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浴室好了 那我们把里面的砖换掉 那里面就会做防水 所以我们里面已经把这个水已经挡住了 我们不让它进去 可是这个水就明映还含在那个砖墙里面 那它要去哪里 它则往外面 你房间的那一面枪跑 但是你往那边跑的时候 因为你后来又做了油漆 它还没有完全透干的状况下来的时候 你油漆又把它封掉 它就没有办法呼吸了 所以它慢慢就会产生一些化学变化 那我们就会看到像这样的情形 那等到你装收进去再处理这块 其实也是蛮麻烦的 那我觉得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呢 我们再去讨论到风格设计面上的东西 其实对一个老房子来讲 你差不多把他的一个就是 体质跳升好 他会去天纲这样 那我们要如何开始呢 我觉得大家买房子最重要的其实是这个 不是刚刚我们讲到设计啊或是什么 一个安全的家 那你是为了要看到你们家人之间的互动 然后笑容 所以你去购买了这个房子 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 嗯 其实你看到这两张照片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建筑案的部分 其实它本来就是只是要旧白姓嘛 那他买的这个是三层楼的特别 其实这个案子蛮远的 他在横称 他为了他全部都是去员工旅游 他觉得很有趣 因为他当初讲的那个想法 让我们觉得还蛮有趣的 这个案子 有跟刚刚海角7号有关系的 因为他就在北门的旁边 然后他可以正对着看着那个墙枯嘛 那就是我们下去的时候 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觉得 这个房子还蛮干净的嘛 可是你看起来 应该也没有觉得特别有什么问题 可是天花板是封起来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柱子的部分 也是被包起来的 上面的话贴壁纸的地方 壁纸已经就是都已经先开了 它里面看到有户板 然后砖的部分 其实目前看起来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这个楼梯的地方 这边又看起来都是木座 因为你看它有开口 那当下我们其实是觉得 因为第一个当然就是这个路途 也蛮遥远的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我们在那边的期间 是不是就请木座把这个 木座隔间 至少木座的东西先打掉 因为反正你要拆 但是因为你还没有清楚说 你的规划怎么做的时候 当然你不要去弄到鲁座的隔间墙 但是你可以先把多的东西给打掉 我们好看清楚它到底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常常去买房子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这样子的 会觉得还不错啊 然后你看地点就很好 就在那个城门旁边 他就买了 那觉得这个做刚刚几点 应该蛮不错的 所以我们一拆开的时候啊 就是蛮可怕的 对 这个是刚刚包起来的柱子 这个就是那根柱子的脚 那我们当下就是 嗯 就请了我先生过去看 这结构就是 那我们看了以后 我就是 我先生就跟他讲了一句话 然后物质就决定拆掉了 为什么呢 其实你可以去想像 我们一个人如果 我站直直的 我的骨头都是好的 我的脚踝被打钻了 那这就是这个房子 现在的这个情形 那他只会 你不去 你不去医治他的时候 他就是 会有一天突然之间就 就倒了 对 那屋主为什么他马上就答应了呢 因为他们在当地呢 就有一个房子 就在地震后的隔一天 当天没倒 隔天碰瞬间就不见了 对 两层楼的隔天就这样不见 就是因为类似这样的情形 那当然我们不知道 他有什么原因造成这样子 只是说 嗯 当下他的判断是说 这房子应该曾经 有被压过重物 只是因为你不晓得 对 那 那我要找的时候 我就一直找不到那个照片 因为我们当天后来 进去看的时候 其实蛮害怕 一直想要出来 那我们又走到这个 二楼的楼梯 这边来看一下 它的连楼板 因为我们楼梯都拆开了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楼板的时候啊 楼板是一个水平的链 所以连楼板都已经快要闪 快要分开了 又不要讲这个柱子 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们刚刚讲到说 哪里铺儿就布哪里嘛 所以你会看到它上面被补了很多 所以其实前面的一手的屋主 他是知道的 然后 当然这个柱子他可能不知道 因为那看起来是很旧的装潢 可是清廊架来讲 他是知道的 因为在楼上 我们当时也有看到几个 先开来看几个清廊架 但是也是就是看到有一点问题 但是因为你看不到全部 所以我们那时候来建议它拆掉 这边就可以很明显看到 这都是它以前补过的 然后这里又开始了 所以其实对这个来讲 然后我刚刚讲 它的楼板已经很像的断裂了 那这其实这一块很快就会掉下来 然后这个柱子也是 其实里面已经空了 我刚刚就是说 因为后面会太多太不好看的照片 所以先让大家先看一下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做得像后面那样漂亮 这个是它当下就看得到的 因为这个是在 他们就是乡下房子都会有一个车 就是车库嘛 那这个等于是它跟隔壁房子之间的柱子 所以两户都好像看起来很危险 然后他们是连动 后来我们把那个地底掉出来 然后这个就蛮可怕的 这个原本我刚刚看上面那张照片是好的 但是我们在拆的时候有震动 只是拆木座的震动 其实并不是很大的震动 它就裂了 它就崩掉了 对 那这个房子因为我们从去年 去年就接触 然后后来我们就是评估 现在就是做申请拆除执照 那中间这段等待漫长的政府机关的过程中 那听说又更厉害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很害怕哪一天 就是倒下来 对 因为本来年前要拆 但是因为平都没有落山峰 风太大不能拆 因为怪手会翻车 会翻掉 所以就继续在等待 那应该快要把它拆掉 因为它每天都不拆的话 我每天都睡不着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这就台北市的 我们里面有一个丁丁果菜蜜 在梁柱的里面 这些都是你看不见的真相 但是这些都是可能会有的 那我不是说老房子做不好 它有它的好处我不一样会讲 但是我们可能要去注意到这些 那如果看到这样子的东西 其实我想也不用太紧张 就是它当然也是会有它修复的可能 如果真的是评估下来没有办法修复的话 我们才会进行拆掉 不然的话是不太会有这样的情形 那这边的话我就是想说先教大家看几个 我们去买房子的时候可以注意到的一些事情 其实大部分我们买房子的时候 我们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几楼几楼 我们就进去了 其实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因为我之前购物的时候也是会有这个问题 我就会走进去就看里面 但是其实你要出来看外面 那大楼的话 其实像这样它的一个倾斜是非常明显的 可是我们不注意的时候 我们看完回家 然后就回家在家里讨论这个房子 那然后就去签决决定出楼买了 其实你回过头再来看一下 你可以就是让自己比较有保障 所以你可以也可以问一下邻居啊 然后或者是说就是自己就是观察一下 一个是先查看就是整个大楼 另外一个是说我们可以也可以从一楼去观察 如果说一楼有一些大的卖场 或者是一些餐厅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去看说是不是它会有一些裂缝 因为他们可能把一些墙面给敲除掉 那造成说有一些就是一样是混乳 就是被压恶啊然后钢筋外落等等的 那它的柱子的承载力够不够 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买的时候是买 你可能是买这个没有问题的房子 可是它的楼下有这样子的情形 那是不是应该也要再检查一下 那再来就是我们进到屋内来看 进到屋内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特别注意就是柱子的顶端跟底部 然后门窗旁边的话其实是门窗旁边其实是还好 就是如果它有一些45度的一些交叉的一些写向裂纹的话 那这个部分的话你可能要就是要看说它的深度 然后我们重点是在柱子的顶端跟底部 那如果它有一些水平的裂缝或者是错位 或者是像刚刚那个就是纵向裂开的话 这个部分就要不要注意 然后梁的部分也是一样的 这个梁也是一样就是钢筋 其实大部分都是钢筋外落 然后它就是产生了一些变化 然后最后就把这个红筋谷给剥落下来了 那我们可能在梁的部分 除了就是检查它 它有没有这样的情形之外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就是 通常我们在室内如果看到柱与柱之间 它的间距比较大的时候 那它下面如果没有一个就是得点枪 它就是一个长梁 然后旁边两侧是柱底 中间没有枪 那我们可能看一下它的梁的中间 有没有垂直向的裂纹 那只要它没有就是下垂变形的话 其实你退后远一点看 有时候你其实是看得出来的 那如果它没有下垂变形 我们就是可以简单修复这样子的裂纹 但如果下垂变形 可能就是一样要再找结构计时 然后还有就是简历墙 但这不一定会有 那我们也一般也不容易判别 但是我们可以就是去看厚度 厚度如果超过20公分上的枪面 钢筋混凝土墙 那它周围感觉起来好像有被一个梁柱做框架 框起来 然后它也没有门窗韧韧的开口 在那边 它有可能是 但不一定是 但有可能是 那我们要检查就是一样 它是不是有45度交叉的一个裂纹 对 然后甚至它是不是有上下错位啊 然后一样就是混凝土钢筋这些外露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会建议说 要赶快去做一些结构补强 然后再来就是楼板 楼板的这个部分也是 不要直幅那一块 把旁边松动的东西都敲开 然后再去做实作 那以上的这些部分的话 可能你是需要请到比较专业的人 就是再帮你做一些建议跟修护 可是也有一些状况嘛 其实不用就是太担心 可能我们大家看到裂粉都会觉得很担心 但有些是不需要的 过多的担心 像隔间墙的话 就是如果有一些墙面有一些裂缝 那我们是其实鞋上 如果在墙面本身 我们是可以自己就把表面就是粉刷 就剔除之后 把它剔干净以后就是粉刷 那如果这个只是表层的话就这样做 那如果说它的裂缝就是比较深的话 我们一样可以灌那个还氧素质去做修复 那这个比较深是比较深到怎么样 比如说你可以把纸塞进去 你可以把纸插入的 那就是可能要用这样的还氧素质去修复了 那如果说它整个这个墙面其实是比较 有更多一些的问题的话 会建议就是其实就是材料重新 它没有结构上的一个考量 但是它其实是我们在地震的时候 它其实是耐震的第二层保护 然后像我们常常会看到就是 插座旁边会有裂缝 或者是说一些开关箱啊 或者是水龙头啊 楼板啊 灯具附近的一些裂缝 其实这是比较没有关系的 一样就是粉刷那个表层就好 跟结构没有问题 还有一种就是一种很像的 看起来好像也很可怕 可是其实这个也是还好 因为呢它就是上面有一支梁 然后下面是砖墙 所以是两个不同的材质 它的会有一些很像的一些裂缝 刚刚才师师有提到就是说 砖墙比较好 其实相对我们自己也是觉得 砖墙是会比一些轻植隔肩墙 那些来的好 是为什么 其实像这样子就是两种材质的裂缝 其实是很困扰装修后的客户 因为如果一个地震或者什么 其实这个东西比较会出现 然后轻植隔肩墙那些 因为它里面是骨架系统 它是一个一个骨架 然后灌东西然后工板 所以它盘跟板之间会有一些裂缝 那很多不只是中骨嘛 这其实比较常出现是在新城屋 现在建商很多都会去做这样的隔肩墙 那它就是变成说我们可能油漆之后 可能过个一阵子 你会去做修骨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都是很像的 通通都变得乱七八糟 但是这没有办法 因为它骨架里面就是就是这样听起来的 所以水平的部分的话是比较难去处理 因为它虽然没有任何安全问题 可是你看到它的时候会觉得很不舒服 就是心里面会比较安带一点 然后像垂直的也是 但是就是它只要是直 横向很直或直向很直那都没关系 但其实材质跟材质交界面 就把它铺下就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是就是在讲一些就是格局的一些部分 那老房子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 第一个 除了刚刚我们去检查它本身的体质之外 当然其实我们就是要调整 那我们要调整 我们要调整什么 就是要调整它空间的配置 所以好像刚刚我们在就是 它是一直在那个房的中间去把楼梯放在那个空间 它希望它引进的是就是空气啊 然后光啊这些的 那我们在做这些调整就是要让我们的老屋 就是格局 所以我常常我们都是街屋 然后都是靠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的采光都是有前后 那可能或者是说有一些很畸形的空间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把这一段就是 就是把它就是改善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又要回到是 可能跟所有不管新城屋 中国屋都是要再跟就是跟你们去讨论到这个部分 就是说我除了刚刚先了解屋框之外 我们再来就会再回归到是我们的自身的需求 你需要到怎么样的房间数 你的生活习惯是怎么样 那你有没有一些特殊的空间上的需求 那或者是说甚至是包含居住成员 他本身目前是不是业领到了一些居住空间的问题 然后你有没有一些旧有的物品 然后要移过去 那这些你们都是可以在 我们开始规划平面图的时候 就要跟设计师做讨论的部分 那有了这些东西我们才有办法改格局 那我们会看到说其实我们可能住的空间 我们住在里面的时候不觉得说 我自己家房子歪一边 或者是说是个梯形 那或者是有个斜角 可是我们平面图画出来的是很明显 就可以把这些问题找出来 那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房子的外里 就是他本来的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只好靠室内设计来后面做一些调整 那像这个房子的话 他的这个三角的地方 其实原来是他的卧室 那你可以想象床放下去 就其实就没有走到了 而且你会很明显的看到那个斜角 所以你每天都要进去那个空间 每天对着那个斜的墙面睡觉 其实就不会很舒服 所以其实这个房间来讲的话 我们就是建议他把它换到中间来 那把后面这边 我们做成一个开放式的空间 那他其实是现在的书房 但是他后来因为有了小朋友之后 就把它改成小孩房 那这个对应小孩房那些 跟书房来讲的话 我们做一些柜题啊 做一些收纳 可以把这个斜角修饰掉 那让他的主卧跟他的客厅 然后整个空间看起来是比较防正的 就是你进去的时候 人会觉得比较舒服 那像这样子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没办法改变他 所以我们要把他的缺点 就是让他淡化 那让我们就是 比较可以看到他优点的地方 然后把它是在移进去的时候 让人家视觉上可以感受到 比如说我们进去的时候 比较开阔啊 然后可以看到一些 比较绿意的一些感觉 其实我们之前 刚好最近有个客户就是讨论的时候 跟我们问了一个问题 我自己觉得蛮好玩的 就是说 他说 设计师为什么我们在电视上 或者是杂志上看到你们的作品啊 你们旁边都是山啊水啊 然后树啊很漂亮 为什么我家看出去就不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也觉得很疑惑 我们讲说有吗 然后我们后来就是 就是大家去参观我们的案子 然后他在那边还是一看就说 对你看这都是绿色的东西 为什么 那其实那个案子我们等下也会看到 其实他没有啊 他本来就是当今和民土的都市丛林 就是一样的 那像这些案子也都一样 他其实面对都是灵防 可是你得自己制造出绿 那你的想法要转换 因为如果你一直想要外推 或者你一直想要站出去用到那些面积 你可能就没办法得到这些 对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的案子有一个特色是 我们会尽量顺逐无阻 把这个外推特软 就是做一些阳台 只要我有办法满足你里面的收纳需求 满足你里面的空间格 你配置 我想你多那个其实阳台 并不会有太多的好处 因为等一下你会看到一个案例是 阳台其实就是只是在对东西 然后疫情空间 就是一阶一阶这样进去 然后中间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住宿 那把采光都遮住了 那他会很容易有暗房过场走道的问题 其实 其实所有不好的程度 他都是因为最后会导致就是暗房过场走道 那我们的改善的话就是 再把他的空间就是做个床子 那像这边的话 我们是把他的就是餐厅用到这个位置来 然后让这个地方是一个开放空间 那他可以借由后阳台 这个地方有个柜子的光可以进来 然后厨房这边的光可以进来 那在这边是一个免通的 他可以 他如果做房间出来的话 当初就是一个很 剩下一门窄的走道 但是他变空空间之后 他得到一个很大的 不管是工作区啊 或者是中道霸台 就是家人的互动其实是可以在这里的 那这几年其实大家的互动也多在这个厨房 其实比较少 慢慢会在客厅的时间是比较少的 其实在客厅你就是一直看电视 所以你对着电视 你跟家人的电视没有互动 然后这L型的房子也是 其实都是一些长得很奇怪的房子 然后像这个也是 就是他中间这边也是有柱底啊 然后管道间啊等等的 那原本也都是 里面都是暗房 因为以前就很习惯 就这样隔起来 然后这边隔了好几个房间 就走过来 就是进去每一个房间 那这个走道都 就是很很长的一个走道 然后空留一个窗户在这边 不知道给谁用 可是其实你这里面的房间 就是都没有没有办法采光 那我们换个方式把空间剖开 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一个 就是各自的窗户 然后像这个也是 这个本来是两房 一个房间在这里 一个房间在这里 那客厅在这个地方 然后还是有一颗 很莫名其妙的三角形 对 然后我们后来去现场看的话 因为他两房要变三房 所以我们就是选择这个 比较长相的地方 来做三个房间 然后让每个房间通通都有窗户 然后把这个客厅移出去 那这个客厅呢 对到的地方是内谷的环山路 所以它本来就有绿 不是我们做出来的 只是你没看见 它就在比较旁边 然后我们就 让你把客厅移过去 你坐在沙发上就会看见 然后就是万中全一的方型格局 正方型的方子 那管道间也很很棒 没有在中间 在这个旁边 然后所以我们可以 有没有双面采光 可是这真的非常少 我找到了很久 然后这就是实际的一些案例 这样 这个的话也是他造的房子 那它是三米六 那三米六十几里面 就大概只有三米四米的空间而已 可是通常买了这样的房子 大家就会想要做加乘 那可是夹起来 你看现在这个空间那么少 那夹起来其实也是还蛮不舒服的 这是原来的平面图 那我们从这边进来的话 就是客厅的空间 然后进来一个很大很大的主卧 然后这边进来的话 在这个柱体旁边这边是原本的储具 然后就是你得进厨房以后 然后进到一个房间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天堂就会这样做 然后这里就是那个浴室 那我们改变了以后 我们把它进来以后 我们一样客厅的位置是没有变的 然后浴室我们当然也不可能 也这边也是没有去做更动 然后卧室的部分 其实我们就是把它把它缩减了 就是给这个空间用更多的 更多的空间 然后厨具的部分其实是没有改变 但是我们把这个房间打掉 这个房间打掉之后 它可以透过这边的窗 这本来是主卧室的左右窗 中间是景观窗 那左右窗 这边我们利用窗框把它分割 所以让这边的光进来 然后透过这个柜子 它是有采光 就是有串透的 然后让这边的光再进到客厅 然后厨房这边的话 这边也会让它的床可以进来 那底下这个空间就做为楼梯的使用 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大的 几乎已经是一个单元床 加大单元床的空间 那在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当做餐桌上的桌椅使用 底下可以收纳 然后我们也可以小朋友在上面玩 那上到楼上的话 我们把它分成两个空间 那这边的话是宿房的空间 那这边也就是一个多功能的活动区域 可是我看到超高两块 这块就是客厅的部分是完全超高 那在这里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超高在睡床的地方 所以虽然我们把它的卧室变小了 可是我们让它卧室拥有 就是睡眠空间的高度 所以它其实并不会觉得不舒服 而且对它本来的格局来讲的话 这么大一个卧室 其实你看 你们仔细看的话 我们的衣柜一样放在这里 进来书桌一样放在这里 然后放一张床 其实它往这边过去的空间是不知道 当初就是太大了 如果说我们不去动它的话 变成你床尾到墙那一段 你还是只能摆一台电视啊 不然还能做什么 就是没有实际的功用 那我们把它往后退了以后 我们这边就可以得到一个 比较舒服的餐厅 然后因为水泥丛林嘛 然后我们希望它得到的是 像森林一样的感觉 当然是小套房嘛 但是回来的话可以比较熟压一点 因为这个屋主它是在族客工作 可是它要回来台北跟家人就是住在 住在一起 所以它觉得说回来 它想说可不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不要就是我们一贯的 刚刚看到一些照片是一些比较简约的空间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讨论了一下 然后因为它叫汤 然后我就想到汤武地仙记 不要就是大家就会知道 汤武地仙记就是我们住在一个树屋上 所以我们进来以后就是可以看到 就好像我们在户外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一轮明月 然后透过树梢看过去后面 其实看上来楼上这边有一些像树叶的壁桌 就是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木梯 其实这边是进去浴室的门片 然后我们把这个梯子当做把手 所以它就好像要爬上它的树屋一样 其实不是从这里上去 只是那个感觉 然后这个柜子这边就是可以穿透 我们把后面的那个光线就引进到客厅 就是这个旁边这个窗户 它本来是属于主卧式的 那因为格局的改动 你就把它纳入这边来做使用 然后这个下面的话 就都可以有一些座椅的空间 甚至是很大的一个收纳 然后这边可以做个楼梯在上楼 那这边因为它稍微是有被压击 所以我们就是用了一些镜面反射的 的材质在这个后面 那甚至是楼梯 其实它明明只有踏到二楼 然后就做一个好像假的 它可以继续往上就是去做探索 然后这个 这其实有点突兀 但是它是电表箱 那既然我们已经是住在树林里面了 所以它就多个鸟屋也是蛮好的 就不要再去整面的封板 把墙壁整个都封住 然后只为了要做一个看起来隐藏 但是并不是真正隐藏的电表箱 所以我们那时候想法是这样子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案子 这就是我刚刚说那个阳台外推 然后被杂物的 我们从玄关进来的时候 就会看到这个屏幕 然后这边就是客厅 但是这边有一块是它推出去 也就是这边放按摩椅的空间 那其实它放完那个按摩椅之后 就庞然大雾就把那个空间占满了 然后旁边就开始堆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的瓶 然后跟很多的杂物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把它推出去 但你一定没有好好去使用它的时候 那不如你把它推回来 你就会得到不一样的空间 然后这里是神明厅跟餐桌 然后它厨房本来是退在里面的 然后有一个很长很长的长浪 那也是因为它要做很多房间 不过这个就是设计上没有对错 就是它当下的需求 它是需要那么多房间 但是我们后来做的时候 然后把房间是有取消掉 因为这个是就是大王妈妈 然后就是给儿子 然后跟他结婚的那个太太 他们就是一起持续的空间 所以他们目前的需求来讲 至少他们短时间内 他们只希望要有一个主卧室 然后跟一个小孩吧 所以其他空间 他们可以拿来做其他的运用 这个是原来的格局 所以一二三四四间房间 然后这边就是玄关这个屏风 然后出去一个 也是很就是比较狭长的空间 然后它把这边明明都已经堆东西了 然后这边还有做一个储藏室 但其实我们去的时候完全走不进土厂室 但其实我们去的时候完全走不进土厂室 没有办法拿东西 然后我们改变了以后 我们是先做一个前面的玄关空间出来 那因为这边的话 他们是会去做登山啊 然后一起找到车 所以这边就要放一些那些设备 然后再进来就是客厅的部分 然后我们把阳台推回来了 不过实际上 因为它原来已经是外推 所以外面它本来就有窗户 它其实有保留 那我们里面做的这个 其实是算半户外 其实我们是用木座做的 然后这个量是完全就是平整的 没有说因为未来打外面的水 然后里面跟它高度又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底下也是做了很多机关去拍水 然后我们刚刚看到的时候 是厨房是在这个里面 那既然我们不需要那些房间 我们把它打开来 变成一个比较开阔的空间 那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就是餐厅啊 厨房啊这种庆子互动的空间 会比较多一点 然后还不错的是我觉得可以 如果可以有洗衣房的设计 其实是不错 但是感觉上好像在美国一集才看不到 对 那其实就是把空间让出来嘛 它阳排 这边后阳排还是蛮大的 可是如果我们选择把这边做别的东西 其实这里有柱体 那除非我从这边走出来 不然的话我这间能做什么 就一样储藏室 那我们要那么多储藏室干什么 所以我们把它变成洗衣间 那晒衣服都在这边 这边有窗户也是可以对流 其实它一样可以跟这边的空气做对流 那我们在室内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前面我们自己做出来的浴 然后跟后面我们自己做出来的一些景观 所以这些都是要靠这样子的空间格局 去把它就是做出来 然后我们也让原本两间很小的厕所 就是变成一间主卧是比较大的 然后有一个浴缸 然后这一间市围也是比较小的 那我们浴缸其实是吃到它这边主卧的一个空间 但是我们在中间的地方 让它就是有一个更衣室 所以它的收纳量也是还是蛮够的 所以这是它改造后的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阳光空气的所 就是可以进来 它流动在这个左边跟右边的空间 就是残存的部分 然后它可以有它自己的一些户外庭园 然后它们也很喜欢做东西 其实我们会看到就是 我们其实没有特定风格 我们其实希望做的就是 这是你家 这不是我的家 所以我们只是在帮你完成它 然后我们用了一些比较 就是删去的手法 让它比较达到干净检阅 那如果你想要乡村 如果你想要复杂一点的东西也是可以 然后就是我们尽量帮你去抓平衡在 就是是适合住家 而是商业空间的这种风格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很多的小东西 其实都是太太跟女儿一起完成 然后我们要看的就是这样 小朋友很开心的在这边玩 然后这些东西都是它自己做的 对 然后旁边的房间就是有适当的收纳 就是充足的收纳 然后可以维持的比较干净 其实我们都在他们住进去之后才去拍 所以你会看到就是很多他们自己生活上的东西 然后他们很喜欢去住外面的民宿 所以他们当时当然也有就是给我们一些民宿的一些照片 然后希望说它可以得到 哎怎么样子的比如说原故的这种大平台 那我们就帮它实践进去 然后再一个是我希望讨论另外一个议题 但这个东西的话 无障碍的空间 那跟管线跟新这个都一起在这里讲 无障碍的空间来讲 我觉得是现在的一个趋势 那为什么要放在老房子来讲 因为只有老房子 应该说比较有条件做这个 我不是说只有 因为其实如果是新城屋的话 很多人其实会不想敲掉那些墙面或者是地皮 除非你买的是毛配屋 但是你的管线那些就是也不太会去重新就是做配置 那老房子的优点就可能在这个地方会比较 比较好去做去做设计 这个是一个二三十年的老房子 然后其实它外面也有一点点的绿路 但是以前在这样的空间的时候你就不会去住一港 然后也是会有很长很长的走廊 这很像时代剧就是就是会有固定的格式 就是昏暗然后壁纸接了一堆 然后长廊这样 然后像这边是一个压低的空间 然后其实是一个过世的窗口 那这一阶的话我们的格局其实是算微条 没有就是动得很大 这边是它原始的格局 那因为它是一个这种就是个颗型的空间 那中间是电梯间 所以其实这一段是没有办法被改变的 然后这边原本是两个很小的房间 然后后面一样两个房间 跟我们现在一样两个房间 那只是我把它有量压到的地方把它做成便宜室 然后往前移了一些 那浴室的部分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改变 然后这边也一样原来厨房是在这个后面 然后我们把它往前移 然后跟这边两个房间整合成一个房间 然后让出铁空间给给餐厅 那这里的话原本是有一个管道间 可是没有洗手间 那因为这个房子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形状 这样形状的时候 我们可以区区分出公司领域 你自己私人的跟客人来的时候的动线 那你为什么要让客人走走走走走走走到这里来上洗手间 所以应该要在这里要有一间洗手间 所以我们就把它变出来 还好它是有管道间 就是你勘查的时候 勘查仔细一点 其实你会发现一些 就意想得到的事情 然后就可以改变你的格局 然后我们在这边做了一个客房 然后客厅 那中间这个是玄关的部分 然后就是变成它是空间比较流畅的 其实它在这边都可以做洗手 就是雇动性也会比较好 那这边早餐做的人可以跟厨房的人聊天 也可以跟餐厅客厅的人有互动 他们会需要降薪 因为他们有在做那个礼拜 然后他们家庭做最多会来70个月 然后就全部的地方都会被做 我都很怀疑他们做那些事情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老屋重整 那刚刚就是我们看到比如说抓地平水平线等等的 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就是 因为这个房子它是最低年龄层是50几岁的人住 最高年龄层是90岁 这样子的两代 所以其实我们除了风格上面 风格上面他们真的是蛮好的 那他们就是信任我们 然后让我们来做设计 那他们对我们的要求 就只有五张一公里面这件事情 对 所以我们从一进来的带石地平平 迎接到木地板 这边也都是做平的 那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考量到说 旋光好像要比较低一点 那你开门的时候那个灰尘进来有一个主板 但是我们如果考量这样的话 其实就是会有一个高低落差出来 那如果真的有这个需求 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超过一公分 就是未来轮椅是可以过的 它自己坐在轮椅上用力它一公分是可以过的 但是再高就没有办法过 所以我们从最外面连大门的这个门槛一直进来 这边门槛到这里有一公分 然后进来全部露出 然后洗手间这边加一个放大的图片 洗手间这边的话也是没有门槛 我们做一个节水厂 然后在进凌浴间也是没有门槛 那边就是做高低差这样 然后厨房的部分也是 因为厨房的瓷砖跟外面空光 它是开放室的 所以它的外面的木地板也是平街 那万一老人家真的是不小心就是 汤水倒掉了滑掉了 对所以就是我们做的微微的泄水 然后让它往这个最里面的地方泄进去 然后这边还留了一个排水 那可以看到这边是全部平的 木地板而且就是石木地板 其实我们也很害怕 我们做了很多次的试验 就是做到一半的东西就要先试一下 再试一下再试一下 然后这里有一条排水沟 里面也有一整条的 所以它其实会先过去 但如果万一它今天真的淹水 因为这里是老房子 我们不知道底下的管线怎样 就算我把上面都换完了 但是里面的我们不知道 所以就是再有一条 以防万一的就是节水沟在这边 然后这里到这里上下就是一公分 所以它可以自己进去 然后还有一个是说 其实大家会看到这样 其实韩拜讲 它并不是很标准的无当然空间 因为其实它没有办法做回旋半径 如果你在照顾人的时候你要转 所以可是我们是住家 住家来讲真的没有这个 就是也没有大成这样的空间 让它将近120-150公分的致敬 那所以变成说 你至少要是轮椅可以担定担出 对你可以帮它的时候担定担出 然后这边是它到后面的洗衣房的 这间也是有洗衣房的 就是我们把厨房一出来 所以厨房那个最里面的角落 就当洗衣房来用 所以真的蛮好用 然后这边就是平的 这里进浴室也是平的 所以我们在每个空间的时候 都可以就是在里面比较舒服 比较自在一点 那不要有太多的东西去做 就是空间上面的阻挡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灯光的一些设计 其实这个当然不管西旧的房子 都是可以这样做 就是我们尽量可以让睡觉的地方 上面是没有什么灯的 如果有灯光的话可以在床位 其实你们去想那个大便的设计 很多也都是这样子 对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就是夜灯 那夜灯这个当然是一个安全 然后也是一个就是 我们家里面就是希望就是说 我们老人住宅它可以 就是走过去的时候自动感应 我们在天花上可以放一个感应器 它走过去就会亮了 然后我们会希望亮在底下的这边的灯 低涂的光源是上面的 上面是我们白天用开关控制 上面我们是用感应器控制 所以如果晚上你起来上厕所的时候 其实你不用担心上面的光源 就是会让你觉得很刺眼 然后你就醒了 你就没有办法睡觉 所以我们从底下的光来做 然后这个的话也是老屋才能做的事 就是改管线 那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管线 会把它改在天花上 对 其实天花上跟地上的话都是有的 那它会改在上面 它有一个考量 因为其实刚刚看到那个树梢是灯化难度 那大家知道灯化难度房子很贵 所以就是说我们会避免就是可能 如果水管滲漏下来 万一真的有这天然后影响到邻居 所以我们坐在上面可以做一些检修孔可以看 然后还有就是回水系统 这个是可以避免冬天的时候 我们就是打开所有头是变成是冷水 那这样的话可以维持它有些热水的循环 也可以比较节省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老房子的好处 这个也是在旧屋的时候 比较可以去做到跟动的 也就是外观的窗型 因为我们如果是吸尘物的话外观是没办法动 那当然我不是说要叫你外推 而只是说也许你可以就是去因应你的风向那些 然后去做改变窗型的动作 引入比较好的风 那遮挡你不好的风 所以可能是说比如说 如果我们风是从洗手间那边来的 我们就要挡它 不然我们就会把那边的风气一直带进来 那如果我们的风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进来 从那边排出我们要怎样加速它排出 那像这个烟的话是我们自己办公室 就是我们的会议室这边我们是借由水井 把风温度降低然后带进来 然后这就是我们一般就是顶退的部分这样子 然后像刚刚讲到就是排烟 如果我们要把风排出去 我们可以用这种就是往外倒的窗 然后加速它排出去 但是如果我们是想要防盗让风进来 我们可以用这种内倒 它还有一个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做比较多的 就是往上推的那个外推窗 它其实是好处就是下雨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窗 所以里面就不会觉得很闷热 然后就是阳台 就是很建议大家把阳台就是推回来 老房子的时候其实就是 你去发现它有很多生活乐趣 那就是要靠这些 这样子的空间它其实是可以舒缓我们的 对 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做一些绿液啊 一些绿液水井 那如果你需要做到雨遮的话 那或者是你可以去考虑到日照的角度 怎么样让就是温暖的阳光可以进来 然后让夏天的一些阳光可以离开 然后透过水井就是把温度降低 然后这个的话也是 我刚刚讲的一个就是 其实你外在环境本来就很漂亮 但是你没有去整理它的时候你就看不见 其实可以注意看这个地方 所有的树跟等一下是一模一样 这个外面也是 那只是里面的话有一个格局就是 原本它是做厨房的地方是做这样子的方向 那等一下我们会把它倒震过来 这是它原来的空间 那进来的时候原本厨房是做这样子两项 跟这个入口的墙面是平行的 然后我们这边的空间又是电房间的分割 它也都是长型的 所以你看看就会觉得好像很压迫 然后很下场 那我们把厨具的部分就是换成这样子的方向 然后我们把这边 因为它是钢琴造势 所以其实就不需要这些格局 我们把它打掉 那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空间是比较拉大的 那它需要给学生像是手间的空间 然后跟它有一些出厂 一些钢琴批琴的设备等等 他们会做一些演奏回来这边 所以我们把东西就是尽量都藏在这里 然后放大这边的空间 那阳台这边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就是可以看到它本来的树就 就跑出来了 对 然后这边是一个很干净的空间 其实梁柱我们都没有去包它 我们只是做了一些灯光的变化 然后让它就是可以有不同的氛围 就因应它教学跟他们演奏表演的时候 那它可能偶尔教学的中间 会想在这里睡觉 但不想让学生看到 所以我们就藏了一个床在这里 然后旁边这边就都是一些收纳的空间 然后一个空地空在那边 那如果你继续使用它 那就是最后一个案子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 我们客户说我们为什么都是绿色的 然后我们觉得很疑惑 那我们就大家去看这里 其实它旁边也都是一些层 就是一些房子 一些层屋 然后一个空地空在那边 其实它也没有去使用它 那如果你继续这样子去做 然后你也对它置之不理的话 那你当然就看不见这些绿色的东西 那我们其实只是铺人物品牌 然后就帮它摆放了一些 就是屯栽啊 然后家具 那这边我们是有帮小朋友做了一个档球线 然后跟下坑 对 然后把一些紫栽做起来 就是 支撑墙当然是后来做起来的 这些警官都是 那其实就是 这些是你可以创造出来的 你想要怎样的生活 你必须自己去创造出来 然后跟你的设计师做沟通 那我想这样子去改造 就是你们的 就是新买的房子 其实会得到一些比较 就是意想不到的结果 因为它的改动毕竟是比较大的 对 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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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